最新現場要來看到 稍早我已經報導過 在新北市越方虎豹潭發生的意外 當時社區民眾舉辦自然體驗營 但是中午過後突然下大雨 想要原路折返 兩名大人跟四個小孩 疑似因為天雨落滑 不小心跌入西中 目前下落不明 來自現場的最新狀況 把時間交給記者蕭炳儀 好 觀眾朋友 中部假設 沒想到卻發生溺水 而且還是失蹤的一個意外 好 那麼現在目前記者人的位置 就在這個新北市的雙星區的虎豹潭這邊 好 現在目前可以看到 現在呢 包含搜救人員 目前都已經來到這個指揮中心的現場來做準備 因為在今天下午4點40分左右 那麼這個警方消防分隊也接獲了一個通報 今天下午的時候在虎豹潭發生 有民眾整個溺水失蹤的一個事件 好 根據瞭解 現在目前呢 失蹤的人數有6個人 那麼是2名大人跟4名的小孩 不過呢 現在已經脫困了有13個人 但是呢 還是有人受困在整個西的對岸 也就是有 總共有9個大人跟4個孩童 總共有13人帶救的民眾 那現在目前在指揮所可以看到呢 現在整個消防分隊呢 都已經出動來到現場 現在正進行的做準備 也已經呢 將所有的這個整個消防人力呢 都派遣出去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社區 大概有這個33人的一個整個一個社團呢 來進行所謂的大自然的一個體驗的一個行程 不過呢 因為包含了有些家長 還有一些這個老師的部分 也因此呢 趁著今天下午的時候呢 天氣還不錯 不過沒想到因為今天下午的突然呢 在這個山區的部分呢 是發生這個有所謂的強降雨的大雨的發生 也因此呢 讓這整個溪水暴漲 那麼前方呢 有大人帶著小孩 在經過這裡的時候呢 沒想到呢 是失足而跌落這個溪水 不過呢 整個溪水被沖走之後 現在目前還有呢 整個還有6個人失蹤 那麼現在目前消防人員正在現場來進行搜救 那麼有最新的情形在隨時問你攪握 再把誰的鏡頭交換給彭雷主播